美国方面传出要打第三针 是全民打第三针 这件事仍然有争议性 因为似乎医学界对这件事相当有保留 因为大家都觉得 其实现在用的疫苗对于保护我们免受COVID-19感染 起码免重症仍然效果相当不错 虽然大家天天看报纸说 很多人打了两针之后都会继续有感染 但我认为Breakthrough 最重要是 你将它定义得好一点才行 因为如果用一个很阔的定义 Breakthrough 即是凡真打了两针 有感染的就算没有症状 轻症你也当它Breakthrough 这样你就会觉得很沮丧 即是说打完针都还是感染 但是我们来说看到的事实就是说 打了两针真的再受感染 譬如再给Delta病毒感染 那些人大部分都是轻症来的 其实如果一个好一点的定义就是Breakthrough 应该当它是打了两针之后再感染 要入院或者严重重症 那些才叫Breakthrough 这样就会比较准确一点 因为那些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如果说打了针都会很危险的 即是针没用 但如果你们打了针 没有症状感染的话 或者好像双方感冒 其实就不是那么重要的 但anyway 总之就是说 美国那方面 政治人物似乎很想开始帮全民打第三针 但是科学界仍然有些保留 很多时候医学的东西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一般来说 譬如英国的做法 就会比美国保守一些 英国的专家有一种说法 其实都挺乐观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事实会是这样呢 那我和大家就尽管来讨论一下这件事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就是一个天然感染先 如果你天然感染了新冠病毒的话 因为新冠病毒身上 就有很多不同的蛋白质构成的 如果你康复的话 身体对病毒的记忆是多方面的 比如说打针来计算 大家听来听去都是说 比如mRNA疫苗 或者牛津疫苗 它都是做那个S蛋白 就是病毒表面 只是那个S蛋白 做出来 让身体认得这个目标 来攻击它 下次遇到病毒的时候 就可以有些抗体来对付这个S蛋白 只是S蛋白 但事实上 就是真正的病毒 整体成绩的病毒 里面起码就有20多个目标的蛋白质 就可以给身体攻击的 就是说它有很多目标的 如果你是天然感染的话 你康复之后 你身体的免疫系统 那些抗体的种类是多样化一些的 不只是S protein 比如说有N protein 有其他的那些 可能有20多种的抗体 专与对付这些病毒 那你下一次再感染的时候 那你身体的记忆 那个免疫系统的攻击走出来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全方位的攻击了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看来 就是说大部分人 天然感染COVID 症好之后 真的再感染 可能也会再感染的 但是感染之后 多数都是轻症的 反而疫苗本身 就只是能够引发一些 就是针对S蛋白 就是一个目标 就是S蛋白的抗体免疫反应 那你会说 你既然说到天然感染这么好 应该好像很多 比如不赞成打疫苗的人一样 这个病毒也是感冒 由得它感染的人就可以 那些人感染完 又有天然保护 还比疫苗更好 主要的问题 就是说COVID 并不是感冒 它死亡率高很多 你不能由得它 因为病毒一大量传染 死亡的人数多了 大家就会恐慌 跟着就亂了 但是在这一刻来说 我们世界上 很多地方 很多国家 已经不是说 好像当初疫情发生的那种情况 相当比例的人 已经天然感染过 也有相当比例的人 就是打了预防针 一针也好 两针也好 也好 也不是由零开始 也就是说 在这些社会 大部分的人 都有一定程度的保护 也就是天然感染 或者是打过疫苗 这样 因为这两种情况 天然感染也好 打疫苗也好 都可以保护到大部分的人 即使感染Delta 或者之后的新变种病毒 都不会变重症 不会有些死亡个案 或者很少 所以英国的专家 提出一件事 就非常之 有些无谓而至 就是说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大家都有多少保护的话 重症的机会 其实不高 那 为什么不由他 就是 不要再 不需要再继续 再打预防针 由他去接触病毒 他接触到病毒的话 可能受感染 感染了之后 他又不会重症 但是感染的过程之后 他因为又遇到真正的病毒 身体又可以引发一个 再一轮的免疫反应 再将免疫的效果 更加提高 就是说 你天然感染过 好了 或者你打完针 打完两针 有一定的保护也好 当你再给新变种病毒感染的话 他感染了你 你不会有重症 但是呢 他的感染 就等于 帮你打一个加强剂一样 因为呢 他令你的免疫系统 就更上一层流 再感染两次 三次 之后 慢慢的抵抗力 就越来越高 到一个地步 新冠病毒 就会对大部分而言 就失去了杀伤力 因为大家的免疫系统 已经炼到牢火顺青了 这个原理呢 就有少少像 譬如说 我们平时 伤风感冒 都有四种普通的冠状病毒 就是每季 冬天下的时候 就感染 那些小孩的时候 很多时候 伤风感冒敏 你会发觉 青少年 大人的时候 就少了 原因呢 就是因为 这些病毒每季都出现 每季都感染的话 每一次感染 小孩的抵抗力 都会更好 每一次感染 都会更好 当他变成青少年 成年人的时候 就已经身经八战了 这几种新冠状病毒 就很难再感染他们 变成了 变成了 伤风感冒 在成人的时候 就会少了 直到 当他们到老年的时候 或者其他 糖尿病的时候 影响到抵抗力 这样 抵抗力才降低 这些病毒 才会再有问题 我小时候看很多 龙虎门的漫画 我小时候看这些大 那时候的漫画 都学很多东西 很多中文 诚语都在学习 那时候 漫画的人 那个中文程度 比很多今天写文章的人好 那时候 就有一个歹角 叫金罗汉 就是一个和尚 他练了一股武功 叫金钟罩 金钟罩这股武功 就一层层地练上去 金钟罩主要 他的作用是刀枪不入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个罩门 就是Achilles tendon 就是说要弱点 这个弱点 随着你练一层一层上去 那个罩门就会越来越小 主角黄小虎 要和金罗汉打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 要找到金罗汉的罩门在哪里 但是金罗汉就越练 金钟罩就越来越小 你的罩门就越来越小 所以黄小虎就很难找到他的罩门 很难攻击他 它的原理一样 英国专家的理论就是 既然大家都有一定的保护 就是说等于大家 就好像都练了金钟罩的第一第二层 已经有相当的保护 但是还是有一些罩门在 那么病毒仍然能感染到你 但是随着你每一次感染新冠病毒 就是每一次 你的罩门就越练越细 再久一点 可能练到金钟罩第十层 你罩门只剩这么小的时候 你的罩门最弱的 怎么只剩这么小呢 病毒就找不到地方来攻击你 这样疫情才会真是过去 英国专家更加进一步提出 至于小朋友又怎么计算呢 小朋友就更加简单了 因为小朋友本身感染新冠 就是病毒对于他们来说 就没什么伤害性 大部分感染新冠病毒的小孩 都是没什么事的 就是疫苗都不用帮小孩打 就由得他 就像普通冠状病毒 普通伤症疯感冒那样 由得他了 就是说真的完全放任了 就是说他每一次感染的时候 他的抵抗力就一直好 那么变了就是说 慢慢的 这些小孩的抵抗力 连得越来越好 那么新冠病毒又是对他的影响 现实是否真的能够这样做出来呢 这个当然是有些争议性的 有些人会担心 感染新冠之后可能有病发症 可能有Long Covid 就是长期都有病症之类 这个当然也有他的道理在这里 但是实际应该怎么做呢 那就真的要多一些的数据 多一些的医学研究 我们才知道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